大家好 我是Kazuma 今天我來到一間的學校 日本東海大學 現在我在那個運動場 很多運動選手在這裡認識 然後因為我的學校是一個很有名的運動學校 所以很多人參加歐林匹 然後有些人就是第一名 有些人第二名 有些人第三名 現在是體育課 還是呢 日本的大學沒有運動會 我第一次去台灣交換留學的時候 真的差一條 台灣的大學生還會有運動會 對我們日本人來說 感覺他們還是國小的學生 但是我覺得 我參加那個運動會之後 我發現大學生的運動會還不錯的 我們來到最新的西舊號館 一樓有餐廳 還有樓上有些教室 這邊的學生都是那個學點老幾類的 有些人在學習 然後先要買個票 好今天呢 我有去 Rost Beef 這是 Rost Beef Don 那個男仙秀日人 而且他的聲音很可愛的感覺 是男仙嗎 不是不是 這個日本人是女仙 可是俗話的人是男仙 乖乖的 我來到一間的僵尺 這邊就是 中海大學畢業課人 畢業課人 就是大學裡面的醫院中心 這邊的話大概是留學生 在這邊上課 所以日本人不太會在這邊上課 可是因為我 其實日本朋友很少 是大學生 但我日本朋友很少 是每次在這邊叫朋友 這樣 然後在這邊 東海大學畢業課的話 大概是幾個女生 一個班級 15 16個人 我認為是 最少是 八百 然後最多也是 15 左右 對 這樣子的話比較 好學習 我覺得 我們叫做小班子 對 哈哈 日本東海大學畢業的話 可以 人學很多活動的人 之外 還可以 跟日本人交流 職會 是因為日本東海大學 有日本語教育課 日本學生 會來 跟六學生 一樣的課堂上 班級有學生學日文 另外 有 才中差短 這是 是 一邊字話 一邊跟日本人聊天 最重要的語言是日文 這樣子可以跟很多日本人 認識 這邊都是留學生的教學 然後 開學之前有分班考試 順便看你的程式 來分班 如果你的程式很好的話 可以去一班 一班的話呢 你可以選自己喜歡的課 但是 十班以下的程式的話 三班 三班以下的程式的話 全部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不能選自己喜歡的 謝謝大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呢 我介紹我以前的學校 東海大學 雖然我不是東海大學的廣告 但是如果想來日本留學的話呢 可以考慮一下 旁邊有很多台灣的同學 也有在學中文的日本人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考慮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給我讚或是訂閱或是留言喔 那下次見 再見 掰掰